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节课的学习 本节课主要分享的内容是各个账号类型的选题 选题是一条视频主要想表达的内容,是视频制作的核心 如果你的选题错了,即使你呈现的再精致,可能受众也不会感兴趣 或者感兴趣的不是你想要的受众 每个账号的选题方向是不一样的 首先说一下老板IP 因为我做了很久这块的内容,所以我想强调几个关键点 他直接决定了这个IP是否能够做成 第一,如果打算做老板IP,自己一定要具备行业的经验和专业领域的知识 一般这个经验至少在五年以上 第二,我们在选题的时候不要太过主观 一定要讲一些受众容易理解的 你的内容越接地气,你收获的粉丝就越多 第三,每个人都有自己说话的风格 我们不必隐藏,这可能是别人无法复制的爆点 然后我们要用抖音的习惯去描述出来 什么是抖音的习惯呢? 在下一节文案课中会有说明 四,我们给自己的定位要低 尽量用一种接地气的方式去呈现去表达 能走出去就别带在办公室里去说 环境的改变你和用户之间的距离自然也就近了 第五,不要有太偏激的选题 比如说今年的餐饮不好干,你非要说很好干 虽然这种视频有一定概率会被用户给怼火 但是对于人设以及账号后期的变现来看 没有太多的价值 那老板IP怎么选题呢? 三个方法 第一,创作灵感选题法 在抖音里搜索创作灵感 直接点开如图 去找那些近期搜索热度比较高 且和他们受众相关的选题 这类选题大概率会比其他你认为好的选题更有流量 毕竟抖音的算法比你更懂抖音用户 第二,蹭热度 这是任何一个行业都可以用的万能选题法 比如前段时间有财书和海生哥关于容上和的事件 你只要输出了相关内容的视频 你的流量肯定要比其他的视频流量要高 然而蹭热点的目的绝对不单单是蹭流量 而是输出思想,令人设吸粉 为后面的变现服务 但是蹭热点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一个行业的热点非常少 所以需要我们拥有对热点的识别能力 越快捕捉越快生产出内容 才能达到越好的效果 第三,选择对标账号火锅的选题 这也是常用的旗号最快的方法 因为抖音有一个逻辑 火锅的内容可以再火 所以你只要把那些经过验证的好的选题搬过来 换一种文案或者呈现形式 给用户呈现出来 你也比较容易火 比如你说加盟是个坑 这个选题几乎用一次火一次 其次,说说营销号 所有营销号都没有具体的选题点 它们有的只是一个大体的拍摄方向 比如美女号和11秒模板 它们拍摄的内容给人呈现的感觉就是 奋斗、励志、正能量、逆袭、赚钱、身份反差、身份顾名 食材展示、排队等等等等 我们来看看这个案例 先看一下它们下面发布的文案 24岁的独生女在南京卖牛肉饼两年了 靠着几块钱的小生意养着什么什么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视频 通过这条视频的发布文案 以及视频的本身 我们可以看出 作者想要走的是 励志、奋斗、身份顾名的选题 把人心里最底层 那种成功的渴望的愿望激发出来 新闻号的模板会稍微有点不一样 会突出项目这个点 从家门案例出发 去引发人群顾名 去告诉别人赚钱 比如这条 牛姐 我想开个饺子店 事备要买多少钱啊 30瓶不到的小店 各种社会加起来 各种社会加起来 跟你学习能学哪些东西 该激发人心那种想赚钱 想成功的核心 而故事号在选题上 就会以人为出发点 然后慢慢的讲述特色菜 手艺 创业经历 以及结合顾客的故事 以上所有的点的相互结合 就是他的戏份玩法 比如可以往手艺和赚钱这个选题去做 然后获得学员 比如这个视频 比如这个视频 自己干嘛 再醒活再累 哪怕挣一分钱 也都是自己的 咱就是运气好 打算他第一个店 起个平房 两个人都站不开卷 就找喊干当时 也没想着省一能做那么好 要说特点吧 咱就以个字 大 以口骰不下 其实咱这个东西 只要不难吃 把分量给人做租了 咱就想让人能吃薄 我觉得吧 这也是我们水豪的原因 还有就是啊 这个懒脚酱 想啊 你去奥运酒后的衣物 我都是想的 那时候拿鞋笛子 觉得它多好吃 以前那时候冲荡猫浪丸 卖一千多元钱 那时候都个字死了 我想要是甜甜 都能卖那么多 给我个店总我也不换 现在光总店一天 都能卖五千多元 因为他在结尾 刻意说了自己生意 怎么怎么好 买了宝马 所以他的评论区 会有人问怎么学习 怎么加盟 我们看右边这个评论区啊 怎么学收拾图吗 教授部怎么加盟 加盟费多少 我想做 这个选题也可以 往手艺好吃 这两个点出发 去吸引一些使客 比如这条视频 大果菜十万钱干包啊 妈都民饭 主持人给那边自己拿去啊 顺便吃 我给我再来撑啊 这口果呢 真正一名无 起司审 圈扫满 有六杯仅杯菜 一杯仅煮肉 走着粘巴弄醒的煮 肉响人 还有泄粉 豆泡 悠走了哈喽 过去等下 最早就出个六杯玩 十万钱干包 大果菜是什么 这种民饭还购 我说大果菜呢 不挣钱 人都不想 说个实在话 就正常信用钱 虽说呢 气熟了 熟刷司机 欢美狗人来我这吃呢 我还给算便宜点 我见过非诚吃的客人 也人可以吃完 按虚主图话说了 吃了不腾 白了腾 再给你吃一碗 不够吃了再来撑啊 不能浪费 好好 够吧 来 够了够了 好好 吃饭吃饭 你只要不浪费 就随便你吃 咱绝对不太可以连的 我们看一下他的评论区 都是说看饿了 这个菜我很喜欢吃 希望食客们都珍惜 评良新用餐 不要浪费 这个白菜可以 用大拇指点赞 由于选题的细微差距 用户更多关心的是 它的好吃 总之故事号 可以输出的选题方向 非常多 我们也可以在日后的 食饭中找到更多方式方法 最后是培训师傅IP号 这种号的主要选题方向是 配方 手艺 制作流程 产品利润 门店生意 学员教学 以及经营技巧 偶尔还会输出一些 方便转换的视频 我们来看一下这条视频 打馅 颠皮 银河 圆宝型水饺就包好了 饺子皮 放在左手 冲锅状 三分之一 放在盆下面 打馅 用到的这个叫打馅勺 它方便 把馅抹平 压实 左手拇指挑起面皮 放在虎口上 食指交叉 拇指靠拢 往中间轻轻一挤 圆宝水饺就包好了 这就是配方类的选题 通过视频引出这个配方 再让用户进入私域 完成后续的转换 培训师傅IP号的选题 有时候也可以在自己对标账号的评论区找一找 看看粉丝们的问题集中在哪一块 把他们的问题单独拎出来 作为一条视频的选题 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选题法 了解完这些选题之后 下一节课我们正式进入文案教训 我们再次进入文案教训 开始 感谢观看